OK 我們今天來到了桃園龜山 為什麼要來這呢 其實我最近穿我原本那雙卡鞋 穿了有一點點不合腳 就是我常常會腳的外側這邊有點磨到不舒服 所以今天特別來到了龜山 然後來找全哥 我想要買一雙新的卡鞋 找一個比較適合自己的款式 所以特別來到這邊找他 那我們就趕快來試穿一下 那全哥我現在遇到的問題 就是我腳常騎到後面這邊會很痛 然後還有就是我常常會覺得我腳會有點麻掉 所以想說不知道是不是 眩頭太緊 想換一個比較適合一點這樣 站在比較專業的角度上面 如果針對腳麻的問題 我們可能從硬體的方面去看 腳長 鞋子的長 鞋子的寬 然後還有鞋底的緩衝 因為進行車鞋也是需要緩衝的 扣除你本身腳的一些骨頭的一些神經的問題的話 大概都是這些問題 對 那還有當然也是在扣片的設計上面的前後位置 也會有減緩或是減少硬力之中的問題的產生 很多品牌雖然標榜自己是寬卷的 可是呢 他們只在意這個兩個點的寬 而沒有注意到這個弧形的修飾 所以是腳人最前面的那類 我們是拿來運動的 而且是高強度的運動 所以我們就是要很注重 鞋子的長寬 長跟寬 那弧形也好 包括飽和度 你的腳就是在鞋裡面的飽和度不好 那一樣你就會在那邊滑動的可能性 OK 所以我等一下就來挑一個我穿起來覺得 長寬還有飽和性的 就是這個飽和不性的這些問題 好那我們就來試穿一下 我覺得我穿301這雙鞋款 超級輕耶 他就是整個很像穿一般跑鞋很輕量化的那種感覺 好換第二雙 我穿裝332的感覺他的包覆性比較緊一點 比較像是那種感覺你要發力的時候 他可以給你很好的穩固效果的感覺 對 在332的上面呢 他整個皮面的材質就是用帶水瓶 對 然後鞋根的高度 刻意在買了一個熱塑的碳纖維片在後面 那他在經過烤箱熱塑的時候 他可以變形去貼附每個人的 那根骨能夠貼得住的話 你穿鞋的時候後面就會穩定性 你會覺得比較安全感 比較包覆性會比較好 嗯 我覺得這蠻好穿的 好 再換下一個試試看 好啦我就決定是這個了 最後我選332 因為我自己覺得啊 他剛剛在穿的時候 其實他的包覆性來講 是比較符合我自己平常穿鞋習慣 然後 再來是他的鞋子其實非常的輕 就是 他大概僅次於301吧 就是拿起來的重量 然後他有採用袋鼠 就是整體來講 我覺得他很好看 又有 兼具到我希望的這個包覆性 好啦我們去找老闆 勒索區 好老闆那我們就來讓他進烤箱吧 因為你剛剛說後面這邊是可以 對他是可以熱塑的 我們在利用烤箱大概4分鐘 70到75度左右 他可以讓這個熱 這個 這塊碳纖維 可以熱塑變形 他可以符合每個人的 根骨的大小 OK 對那他就可以確定調整 那他可以幾乎可以做到 幾乎是不限制調整 好 但是我們還是希望你們 一次到位 不用到一次到位 但是希望一年內可以來調整 因為鞋子在外面穿久了 還是有可能會有變形 變形氧化的問題 那氧化問題不是問題 是因為膠比較不適合反覆 走路 因為膠可能會讓他沒一點 相對 對對對 因為怕膠沒一點 好那我們現在可以先把鞋 進烤箱 那這個鞋子我們就不希望你鎖太緊 因為他太緊他會被你的腳掌跟腳 膠肥也會有很大的壓力 舒緩 真的調整完我覺得 緊密很多 包覆性整個感覺很棒 跟原本的比起來 這樣感覺可以讓我 就是北高360騎個15小時以上都沒問題 我上一次 我上一次騎北高的時候 我其實有換鞋 我大概在3、4個小時 我就換地方比較鬆的 比較舒適 不然真的踩到後面的人不舒服 我覺得穿起來很棒 我們再去實際騎車 體驗一下穿起來的感受 最後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心格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 蠻好穿的 好啦 以上就是 這次我來添購新卡鞋的過程 終於有一雙新卡鞋 接下來我們就去試試看 試騎的心得 在後續再跟大家分享啦 好啦 那如果你有 像這樣買LAC鞋子的需求 也可以去他們的工廠看一下 看我們客廳是應該都有 代理的商店 可以去那邊試套 然後做一個比較符合你自己的鞋型 OK 那我們今天就到這邊結束囉 我是你的家人Drey 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 以及網路由於1個人 我們下支影片見 跟我們下支影片見 我們下支影片見 好像嗎 有關